CT检查前呢 它一般没有特别的这些注意思想 但是呢有几个大家还是要注意 第一个呢就是同样的 就是说呢做CT的时候 在检查部位尽量不要有这些 这个这些佩戴一些这个手势 比如说做头颅的时候 尽量把耳环去掉 把头上的这些发夹去掉 如果做胸部呢 尽量把这些像项链啊 这些欲坠啊 这些尽量把去掉 因为这些会影响这个图像的质量 会造成一些蚊影 那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再有一个呢 比如说做腹部的时候 那早晨就尽量不要吃早餐 比如说至少要进食四个小时以上吧 但是呢这里面也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有时候有很多医生会交代这个病人说 你早晨不要吃饭啊 以前我们也碰到过一个 不其实不止一个了 有很多呃病人他他不知道 来问说叫他不要吃早餐啊 不要吃早饭啊 然后来做检查的时候就问他你吃早饭了没有 病人就会告诉你说我早饭没吃 但是我只吃了馒头 那这种事我们也碰到过 甚至也有说我没吃早饭 我只吃了面条 这种事也有啊 说起来是个笑话 但实际上呃确实有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所以呢就是只吃早饭不是只光吃这个饭和这个稀饭 像馒头啊 面条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吃 呃其他呢 呃当然一般情况下做检查 呃你要告诉医生有没有什么点过敏 有没有点过敏啊 有没有呃比较严重的甲状腺功能抗净啊 就是俗称的甲状腺 那还有呢 比如说有没有肾功能上面有什么不好啊 呃包括以前有没有做过像超生啊 XM片啊 CT磁工症啊 因为这些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呃其他没有特别要注意的 XM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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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 Mid XM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